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加油電塔少女的MX的今天是 誰趕沒煩惱的生活不無聊 鳥家 哈囉大家好 我是電塔少女十一 那我們今天要來開箱的是MOTO Z2 Play 那就是MOTO推出了第二代模組化的手機喔 欸! 對了 大家有發現我手上的手機一直在變化嗎? 嗯!說到MOTO Z系列的手機沒錯 大家就知道各種好玩的模組又來啦 那這次呢跟著MOTO Z2 Play一起在台灣上市 還有這個Turbo Power充電模組 那Z2 Play它本身的電量呢是3000mAh 那如果大家希望手機有足夠的電量 又不想要多帶一顆行動電源的話呢 就可以把Turbo Power充電模組拿出來 然後像這樣底部呢對齊下方磁吸出的地方 上面呢對齊相機孔 然後像這樣它就開始充電囉 Turbo Power模組呢它有兩種充電模式 一種是Turbo模式 它會把你的手機電量呢充到最保 那另外一種呢是效率模式 它會讓你的手機電池呢維持在80%的電量喔 大家可能會擔心說 手機加上模組會不會變得很厚啊 MOTO Z2 Play的厚度呢它本身是5.9mm 那5.9mm是多厚咧? 大概就是3個10塊錢銅板疊起來的高度喔 那它們常問的一個問題是 新的手機可以用上一代的模組嗎? 答案是可以的喔 接下來十一呢就要用3個上一代的模組來示發啦 像是上一代推出的哈蘇相機模組也是像這樣 就完成連結啦 那既然都把哈蘇相機模組拿出來了 我們就來試試看它的10倍光學變焦吧 這邊呢是用了哈蘇相機模組拍出來的照片 這邊呢則是MOTO Z2 Play本身 1200萬哈蘇主鏡頭拍出來的照片喔 那用了哈蘇相機模組拍出來的照片啊 你鏡頭拉的很近 照片呢也不會出現什麼很明顯的雜訊喔 那上一代推出的投影機模組也在十一手中啦 那也像剛剛一樣對齊好之後呢就完成連結了 那我們按下電源之後 打開開關就可以開始投影囉 那它最大的投影面積可以達到70吋 那我覺得這樣的投影面積是很夠用的喔 上一代的JBL音響模組也出場啦 那像是一本人呢非常喜歡在房間裡面用手機聽音樂 那加入了JBL音響模組之後呢 就可以得到更好的音樂聆聽享受啦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看手機本身的規格如何吧 它的螢幕呢是5.5寸的Zupper AMOLED螢幕 那在處理器的部分呢是高通骁龍626處理器 4GB RAM搭配64GB ROM 那是一支中高階款的手機喔 那十一覺得呢它是適合重視手機娛樂的使用者來使用喔 那今天MOTO Z2 Play的開箱就到這邊結束啦 那這次呢在台灣跟MOTO Z2 Play一起出現的只有 Triple Power的充電模組 那是一支以本身最期待的Gameplay還有第二代JBL音響模組 如果以後我們有機會玩到的話呢 再開箱給他友們看啦 好啦那如果大家對於MOTO Z2 Play還有什麼想知道的事情 也歡迎留言告訴我們喔 那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呢 也別忘記要給我們影片一個Like 或是訂閱電塔少女頻道 當然也別忘記要把我們粉絲團設成搶先看喔 我們下次見啦掰掰